怀胎十月的母亲 用尽生命、营养与爱 喜心呵护肚子里的宝宝 当孩子呱呱坠地的那刻起 每个人都沉溺于新生命的到来 但辛苦的妈妈们 可别忘记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当初在怀孕 怀我老大的时候 我不想麻烦家人来这里 帮我就是做月子餐 我就自己帮自己做了 一个月四周的菜单 那是依我自己的饮食习惯 还有我自己喜好的食材 然后还有我自己身体的状况 来做的月子菜单 那时候我就想说 应该花脸很多妈妈 都会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的需求 就是家人可能不在身边 然后先生不是在地人 所以我就想说 创立新兴月子餐 来为这些妈妈服务 少油少盐的烹调方式 不仅吃了没负担 几年来更引进万能蒸烤炉 让食物能完整地保留 自然原味与营养素 月子餐在挑选食材方面 我们都是选果菜市场有经过蔬果认证 农药检验合格的厂商 那我们给月子餐妈妈的都是用最好的等级 产后的妈妈们大多体质都是处于虚寒的状态 唯有用中药材的温补与食材的搭配 才能渐渐地取回身体的平衡 一般产妇在产后 就是身体的机能会下降 然后体力会比较虚弱 那气息也会比较低 星星月子餐会采用四个阶段的阶段料理 来帮产妇做调理 那就是伤口的愈合 然后体能的恢复 再来就是调节免疫力 再来就是妈妈身材的恢复 我们今天的汤品是室物机 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把那个室物的药包放下去 我们室物有熟地 白勺 然后当归跟穿穹 产后啊 第二周到第三周 我们会给室物帮助妈妈的子宫恢复 然后还有补充他的气血不足 不只在料理食材上尽心尽力 这家花莲在地的月子餐 还有一项特别的服务 现做现送的月子餐 让妈妈们可以不用微波 也能吃到热腾腾的餐点 因为第一胎就是吃 吃它的觉得还不错 现足现送 然后因为可以吃到热腾腾的 对 然后食材也很新鲜 送的服务人员都还蛮客气的 就很亲切啦 我们星星月子餐引进的餐具 跟一般坊间的PP碗不太一样 我们是选用强化瓷真空盖的材质 那我们提倡环保 所以我们使用强化瓷 在于热扣盖的部分 可以预防空气进去 然后让食物变质 那保温瓶的部分 我们全部采用 316医疗等级的保温馆 这家花莲在地月子餐 把自己当成妈妈们的家人 准时送上餐点 带着温馨与用心的精神 成为在地口耳相传的好口碑 早上五点半她就会起来 起来开始去做当天的早餐 做完早餐之后 她要去亲自配送 她是从早上五点半 一直忙到晚上的七八点 我觉得我看到我太太 她已经忙不过来 太累了 所以我才觉得 毅然决然地从军女生涯退 然后过来这边帮忙 一路走来 从开始的几位顾客 到随着丈夫的加入 夫妻俩共同努力 将这温馨的月子餐点 拓展到宜兰 桃园 希望更多的妈妈们 在辛苦生产后 能找回健康的自己